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提示朋友们 我有一个家属 给他说话的时候很费劲 啊 你说什么 啊 我说这个马东梅 啊 什么东梅 马梅 什么东 东梅 马梅 他会有持续性的耳鸣 给他去了一趟医院 做了一全套非常详细的检查 看到他耳朵里面受损的情况 然后听力的衰减值有多少 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很意外的发现 其实像苹果它有一个应用叫健康 就是可以直接的测你的听力的水平 只需要配合一个AirPods Pro 听力的大测试 无损的耳朵 最严重的一个 耳朵的听风 你老的我们没人跟你说话了 你老的也不一定看得见 一个小功能 而且后面我们还会解锁它的一个隐藏玩法 所以现在电子产品的都有隐藏玩法对吧 就好比我们的 这个充电宝 它其实也有隐藏玩法 然后这一期我们就检测一下 办公室小伙伴们的每个人的听力水平 我这个测试已经做了很多了 而且我之前是真的一直觉得 我的听力已经受损了 听这么多年耳机 然后结果测了之后就是大为放心 就我就知道我的左耳衰减了多少 右耳衰减了多少 可以做一个参考 所以这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苹果手机的可以直接搜索 这里有一个健康的应用 诶 听觉 因为大家其实关注苹果 WBC的就知道 它这几年在发布会上 经常会说 我们这Apple Watch 最近两代它都加入了听音 它这个麦克风收集身边的声音 你的表带要滑出来了 不能播这16883块钱买的 经常我就在办公室的时候 它就会报警提醒我说 你身边的噪音已经超过90分贝 这主要是噪音源就来自于女后妻 我就坐在那里面 胡说 正常的话它就不会报警 只有你达到80分贝级以上的时候 它才会报警 那就是很大了 就是那种KTV 所以我们这个步入正旗哈 苹果官方会给你推荐几个App 可以直接去做听力测试 有一个很好用的 就是这个 mini hearing test 打开 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听力的大测试 哈 先给佩老师测一下他的听力 要考试了是吧 耳朵考试了 这种考试没有关系啊 考试是要通过你自己的努力 去获得好的成绩 这玩意是 你不需要努力 你努什么力啊 而且这个东西你只会越来越差 你看它有这个纯音预值测试 和掩密预值测试 它会播一些噪音 噪音 模拟我们现实里面你的听力水平 纯音预值测试 就是它只会播放单纯的那个频段的声音 你听得到就听得到 听不到就听不到了 然后我们直接进行这个纯音测试哈 它必须要检测到周围 非常安静 你才可以开启测试 然后用这个AirPods Pro 为什么推荐AirPods Pro 第一条音会做的比较的中正 它不会有特别强的对频段的优化 这个是官方校准过的 在用AirPods的时候 它你不要降噪或通透 因为通透它会采集周围的手音 你直接就给它关掉 就当一个自然耳机使用 手机音量设置到中心点 教你怎么测 它给你播放一个固定频率的声音 你听到你就按下来 然后你听不见了你就松手 你听到就按 听下来听不见就松手 然后它会根据你松手的时间 就是那个插值做一个优化 它是会把你松开和放下的时间算进去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相对比较精准的 好正式开始测试 测试开始测试 测试完成了 懂 有一些声音确实它很慢才出现 就是你太听不太听 我的数据是我的左耳听损是8个分贝点 右耳是7个分贝 符合我这个年龄段 我估计吧 我这边耳朵可能会要劳火一点 然后应该会损失在10多分贝 20分贝 没那么严重吧 就10多分贝 来吧看一下结果 黑音君的这个判断是对的 它的右耳确实比左耳听力受损的很多 但是很不幸的 右耳听力损失24 左耳21 哇怎么多 还是要注意保护听力了 你看你在这个4k这边 就是有点接近高频 对对对 你受损的就会稍微圆人 但你很高的频段其实还好 然后你的听力损失已经在轻微 马上就要到轻度了 轻度受损的话就是日常对话没有问题 可能听不到我们偷偷说你坏话 后面重度 一个 两个 三个 五个级 我就是第一个无损 无损的耳朵 那差不多嘛 才配得上无损的音乐 你看啊就是说它是5个等级嘛 就是说你100岁的话就20岁一个等级 你20多岁你就在这个地方 我40多岁我在这 对的对的没有问题啊 各位亲爱的朋友 说得通了 以后越来越省钱 不用开什么无损的音乐会员 老了听不知待机 我也想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你得多测几次 而且他刚才我看到他写了一个 就是说可能不准确 对对对 这个肯定你不能参考医学结果 这个你回去可以再做一下那个环境声音 回去再做一下心理建设 就是你要接受你这个逐渐衰老的这一个过程 就是万事万物呢 它就是有一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曲线 所以要接受 来啊 就邀请我们办公室听力杀手 女后妻 看你这个年龄 我可是40岁的人了 我的听力非常有自信 我的耳朵是接近无损的 就是我左耳是8分贝 右耳是7分贝 那你耳机开那么大声 证明我天赋异禀啊 我的眼睛也非常好呀 我还躺着看书 躺着打游戏 我眼睛还5.3呢 嘿 牛啊 没有借口了哈 耳朵打开 开始喽 就是咱们也不是离了越近 听了越近 这个呀 中间那一段 它里面有一段 那个人声你听到没有吗 有一点点声音 对 放屁 它有一段极大的声音 它是对你识别乐器乐谱的 在里面的 在中间的背景上面的 是的 它待会会评价的 你看嘛 没有啊 没事没事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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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诶 初线过来 我很难过 我觉得我的左耳 哈 好多的真可怕 你看都没有听到 那个极大声音吗 没有 还有一段人说话的声音 而且我以后老了 听不见你们的说话的声音 就是给我打手 没事 你老了 我们没人跟你说话 你老了也不一定看得见 看不见也听不见 听不见 听不见 好 先说一下 我跟女后妻同岁嘛 我的左耳是8 右耳是7 发耳赛了 你的左耳是20 右耳是21 就跟配音君的差不了多少 一个档次一个档次 我这个听力是正常的是吧 我是轻微收损 他等一下 他等一下 插错了一下 就是女后妻的各位朋友 如果女后妻没有给你们回消息 不是因为她不在意你 不可能 他就听不到 你看那个人 在那儿幸灾落户 待会你看他 你的轻力受损是轻微的 可能无法听见别人在远处或低声说话 微弱的声音有点吃力 那我听别人讲八卦 怎么听得那么清楚 那你有听到我们说你话话吗 没有吧 没有吧 最好的消息就是 你看 我也差 我命力还差一点 那多好的消息 有什么可平心呀 我正常说 其实我觉得我的受损 应该蛮严重的 就是我经常戴耳机 而且就是最大的声音 我觉得都是合适的 然后Look每次来 帮我看看片子 听听音乐什么的 他一戴上 我马上弹射栽掉了 他说你怎么这么大的声音 我说我很正常的声音 这可能是有一些损 也是正常的吧 你是长期 戴耳机 一直那么大声的在放 那你后面有没有什么 想要去弥补前半生的 我觉得大家不要乱掏耳朵 我经常乱掏 就是用棉签 你看刚刚那种是不对的 你其实就是因为掏出的毛病 我个人判断 女后期应该是我们新生代 办公室年轻一代 听你最受损的情况 应该没有第二了 然后我们来派出 比女后期还要年长一些的 米明 来做一下测试 那你们先预言一下 米明的受损程度 我觉得米明耳朵挺好的 他做的那个咔咔咔咔 我们说什么他都能听到 然后自己就是 哪怕带了一个降噪耳机 他都能听到 听得太好了 就是他应该是在-10左右 其实我没有什么联合的 女儿习惯 我喜欢戴着耳机睡觉 完了 我已经感觉到了 开奖了快快快快快 几家欢喜几家头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我们想先听哪 先听坏消息 你的右耳的受损程度 远远要大于左耳 所以就证明你的右耳 要比你左耳衰减的很多 我们左右耳都是 听力受损差不多的 米明这最严重的一个 好消息就是 不是很严重 就是数字上不是很严重 哎 放心了哈 就他左耳的听力受损是9 右耳是16 对 差不了两倍 差不了两倍 对 就整体还是一个比较近 失望呀 那个我开会员的话 可不会只开一只耳朵 因为 大耳无存是吧 哎呀 老师哥的报告哈 左耳20右耳21 那还行吗 跟你同期打了个平手 我跟你出个主意 就是你自己搬的配音间 去 离我们俩远点 我们俩远点就好了 你的耳朵很像米明的 就是左右耳不平均 你的左耳听力受损是16 右耳是12 基本上的无损音乐没白开 都属于无损的规格 还行 就是很多轮啊 办公室小伙伴基本上都测了 有好有优 都没有特别特别严重的 但是哈像一些年轻代 就女后妻啊 女后妻啊和女后妻啊这种 还是要注意一下听力的保护 不讨耳朵就好了 其实听力受损是有一个过程的 它一个最大的指标 并不是说你突然暴露到很严重的听音环境里面 我们路过过很多装修的地方吗 是没问题的 它最大的重点是你持续的在那个地方 因为我大姨说它就是一辈子矿工 它现在就有护听器都听不太听的那种情况 听力就是频段的分布 就比方说我们俩说话 它其实是属于中频甚至中低频段 那么我们听力的衰减 其实是从高频往下减的 随着你年龄增大呢 你就会慢慢的听不清很高频的声音 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使用AirPods 苹果藏的很深的一个小技巧 有一缩一挺好用 大家在这个辅助功能 它很多小的功能设计都藏在辅助功能里面 在这个辅助功能里面有一个AirPods 再往下翻看它藏好深 叫音频辅助功能设置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耳机调节 这个功能就是它可以根据你做了听力图的测试 和你耳朵的水平 去给你把AirPods调整到一个 它认为比较适合你的听感 就比方说你做完之后 你的高频中高频衰减的比较多 那它可能就会在耳机上面的 所谓的EQ上面给你往上拉一下 让你听起来音乐就不会听的 就好费劲好费劲 调音目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听力图 听力图就是在健康 可以直接导入到听力图里面 然后它就是根据你的听力图 会直接调整你耳机播出来的 自定就是它已经调节过的 标准就是AirPods标准的声音 大家戴上耳机就是可以判断出来 哪个更适合你自己的听感的 给了几个默认的 比方说平衡就是简单的放大 音域明亮度 它可能就是中频高频 这些有不同的EQ上面 你用下来感觉怎么样 是 它就会让你这个音乐 感觉清晰度会提高 因为它适应了你耳朵的一个缺陷 一个互补 然后像这种平衡 就比方说如果做了听力措施 你发现你左右耳差的很多 你就适当的调一下 这样你的左右耳听起来 声音是平衡的 这样不会导致你持续受损 就是你左耳听的不够大 其实你这两个音量是一样的 你一直停一直停 你的一个耳朵就会 越来越下降 然后这一期的听力分享 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 使用AirPods 大家一定要去找一个 更安静的环境 我们这次还是有很多偏差的 定期也可以再测试一下 就是如果你发现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建议还是在正规的医院 去做一个诊断和治疗 很重要的 这个仅仅是我们可以 让AirPods调调音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对 挺好用的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 健康的身体 听力和视觉 声声入 声声不息 对 希望大家不要像油漆一样 在办公室里面 害几害人 是吧 还没脑呢 听得到 你做一样就又害几害人加一了 都是给我掩面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做过这个测试之后 在评论区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测试的结果 或者说测试条件里面 能不能再优化一点 说一下使用了 AirPods Pro条件工程之后的变化 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交流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 还有点意思 或者有点用的话 也可以给我们一个 一键三连 把这期节目分享出去 给你身旁的朋友 做评论会帮到他们 也会有用的 就是说也可以支持 我们的这个淘宝店铺 淘宝搜索 TESTV 值不值得买 上面有一些产品 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声音呢 大家还是能听到的 这个应该是能听到的 如果希望我们做什么节目 体验什么产品 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给我们留言 虽然我的听力不太好 但是也会仔细地倾听 希望大家能开开心的 过好每一天 保持健康的身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